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就是賽後點評 去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賽後焦點 還有我這段影片想特別去講一下 我這幾天或者今天 觀察到一些非數 代表到 如果你想賭某個馬房的馬 有什麼條件在非數上 有什麼象徵出現了 你才好賭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太好賭 這件事我想今天 集中講一下非數 不同馬房 有什麼我今天發現了的新東西 另外還有就是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跑道形勢 今天我想特別去提及 最後當然是給大家一個跟進 好 如果大家適合心水 希望大家就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補充一下 其實我是有Facebook的 我在開Youtube之前 我已經有Facebook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割牆的文字版 好像我現在畫面展示出來的那個 那就可以去我Facebook 還有去我那個Telegram也可以 那因為Youtube 我是想出精算片 雖然最近那些真的 中了服 不過 我也會繼續出 Youtube就出精算 至於國場好像報紙那些 我就會在Facebook那裏出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看的 那今天其實是有點懶疲 我是中了 今天我很生氣的一件事 就是我捉到一些懶滿 但是呢 搭不到其他馬串轎 好像那些二來鋒 我是有選到 那獎金大王 其實鋒王快樂 這些我也是有選到的 只不過 就不是說中到 和我那些重心串路轎 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那Anyway 看看可不可以再做好一點 之後這件事 就 季初我都覺得我自己 還在 拿起狀態 那這個四選票 就做一個參考 我也覺得挺好的 因為有時候 那些欄門在裡面找到 都可以的 好 那今天首先想說 就是有兩隻馬 我想說的 中華聖景 和 那一隻的樂夢冠 那這兩隻馬 今天就是 都是來自同一個馬房 高東尼 一隻就是 跑第二 樂夢冠入Q 另外一隻就跑第四 中華聖景 那 為什麼想特別說一下這兩隻馬 其實我是想說 高東尼馬房 這個馬房 我已經觀察了一段時間 說的是臨場的飛數 記住一件事 這個馬房 臨場回飛 不用怕 絕對不用怕 例子就是剛剛禮拜三 好像長長勝賽 那樣 Milkong回飛 沒有飛 這個馬房 不止這隻的 有很多的 你儘管算 反而如果這個馬房 臨場 樂飛 它不同其他電馬師 不同的 偉達 那些 一著啡格 即刻得那些 不同的 這個馬房 樂飛 或者最後的熱門 再放很多陣 很難贏 甚至中華聖景 今天 我不是馬後炮的 中華聖景 最後的飛 越來越厲害 下到大熱 25元 其實我最後沒有選到他的臨場 真的 不是馬後炮的 這些是臨場 我才能觀察到 然後我在Telegram 我有說 臨場的飛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我臨場買什麼 就進去群組 Telegram 那一個是QR Code Anyway我真的沒有買 因為這個馬房 有些朋友 網友跟我說 就是什麼呢 他以前都是 入過馬場 認識馬主 坐在會員席 他的馬主朋友 就是有出賽的 有馬匹出賽 出賽就是在高冬妮馬房 高冬妮馬房 高冬妮馬房 他就跟我說 我的朋友 就跟我說 高冬妮就說 他的馬主朋友 這隻馬 應該是WIN的 類似說了一些 很肯定的說話 這隻馬可以 WIN的 結果是跑第四 最後是跑第四 自此之後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高冬妮馬房 如果說是臨場 就跟我說 很有信心 通常都是 等頸四 或者是 很少是WIN 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否跟 臨場的票數有關 你看到 高冬妮的票 經常都是 你不要以為 臨場 最後的浸 落得厲害 通常都不是 這樣的情況 所以 這件事 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知道一下 他又不同 跟偉達 希斯 那些 你見到 如果熱門跌破兩倍 麻煩你 扔下去 好像今天 王者精心 我賽前 我覺得福起多多 會贏的 或者做膽 穩陣一點 最後到14元 全村人 大會都倒下去的時候 那 王者精心 贏 然後福起多多 也跑到第二 所以我想說 這些票數 就很 depend 你每一個買房 是有不同的 部署的 高冬妮 是一個很普遍的例子 其實 有時候都是 你不要理他臨場 沒票 臨場沒票 有時候有賽約 所以 大家真的 要關注一下 這個情況 你至於說 那隻中華盛景 是否跑得很差 其實不是 因為 他是第一次跑1400 外地也是跑11200 今天 其實 他也是 跑1400 第一次跑 來到香港 我覺得跑得不差 你輸給那些頭三名的馬 全部贏過1400 包括幸福至上 在外地贏1400 所以 中華盛景 其實我覺得 他跑得不差 之後可以再跟進 幸福至上 這一匹馬 在外地 是輸給獵戶之星 如果大家有玩暑期馬 或者有玩英國馬 都知道獵戶之星 這隻在英國 是一隻相當出色的高班馬 所以 這隻的幸福至上 我相信 他來到香港 絕對有得交出頭馬 尤其是如果再轉去 谷草1650 反而會更加好 所以 這些馬 還是要留意的 然後我想跟進一下 刑感 那件事 我前幾天已經出過 post 即是出過片 我不明白為什麼馬會 可以把一隻 剛剛開羅日 才轉完名 健康出事的馬 然後可以讓他 隔一個星期再跑 這隻刑感 其實昨晚隔夜都有票 好像都賣到九倍 現在臨場回到14倍 結果這一匹馬 今天回來再轉名 馬會 根本競賽小組 是很有問題的 把一隻有轉名的馬 剛剛禮拜入 九月五日才復發完 你有什麼理由 不用他通過獸醫檢驗 又不用他試乘合格 就馬上拿出來跑 這些馬 健康這麼有問題 完完全全 都不用檢查過 或者 make sure 都沒有make sure 沒有make sure 起碼就是你pass了獸醫test 你起碼pass了試乘合格 你才拿出來跑 又有轉名 又有復發 因為轉名是很影響 馬不表現的一件事 是一個傷患 你沒理由不用把關 你競賽小組 這次又不用 查完有轉名 下次他下個禮拜 再誇張一點 可以再報 有問題 這些米 我也說過很多次 他是完全不理 投注者的利益 這些情況 其實應該跟其他 是相患一事 一有事 你要他通過手衣檢驗 試乘合格 才可以出來跑 這樣才合理 起碼減低了他有轉名的 再復發的風險 起碼試過閘 你試過沒事 出賽有事 沒有辦法 你起碼做了一些基本的把關 都沒有 其實這件事 很有問題 我之前都說過 根本馬會是PK的 這件事 我不再多說了 我只是希望馬會之後可以 是有改進的就是 第一 要確保 這些要通過手衣檢驗 和試乘合格 才要拿出來跑 第二 甚至乎應該要求將一些 喘名多過一次紀錄的馬 是強制他們做這個手術 喘名叫正手術 這件事 是應該要做的 減低他們再復發的風險 而保障投注者的利益 如果不然下次又出來的話 投注者很大機會再進伏 另外剛剛也要補充一點 就是我看完陳家希的訪問 我覺得他有些進步 在態度方面先 以前我覺得他答問題 有些會轉轉共 現在好了 二來呢 他又覺得 都幾熟馬性 我覺得他幾熟馬性 他在說獎金大王和風王快度 他都很分析得 兩隻馬的性能分析得很好 看得出他是有做功課 還有他在賽前 他也是看到風王快度 開逢眼罩 不行 不好 立刻提議 列馬斯轉回全眼罩 其實都反映到 他們的司徒信任很好 還有方家柏真的很慘這個徒弟 再加上 陳家希也交到功課 看到這隻風王快度 其實陳粗也很濫 所以我覺得 這個騎士 基本上天資又一般 技巧都一般 態度好 的話 起碼在香港 你不會太差 這件事是值得一讚的 那今天呢 另外一件事 當然是焦點話題 不平凡日 舌欣可以4勝 陳家希可以2勝 兩人加起來 贏了過半數頭馬 你猜不猜不猜 那真的相當意外 尤其是舌欣呢 金碧科 聚財 我都很意外 贏了 我自己就不太看好他們的贏 那陳家希 換完那兩隻 其實我有中 今天要多謝陳家希 這個賽前 剛才展示到 張上都尉 那 獎金大王這些 上規 其實我昨天也有說 這隻獎金大王直播 我叫大家留意 因為 上規這隻馬是輸比 上規如果拿三板泥地千二米 實力指標是兩隻 一隻好玩複星 一隻文明之星 掌金大王是跟他們互有勝負的 那你猜不猜 結果今天是39倍贏的 你說得不得人害怕 另外 鋒王法律 今天的成績也很好 因為 轉過來沙田這些馬都可以的 不過 陳家希 其實 雖然說今天贏了兩場 掌金大王的發揮 當然是 沒有問題 一出閘就夠快 然後放在前面 這樣就OK 不過我們說 鋒王快樂 雖然說贏 直路初的薑城 其實都很暖龍 我們都可以看看 其實這件事 都依然是沒有進步的 這個鏡頭 跟幾年前那隻 極速進馬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隻極速進馬 也是一樣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說 陳家希這樣搞 所以薑城搞得很暖 那時候中奇羅庫傳 那隻極速進馬 我們可以看看 你看看那隻極速進馬 現在是三疊 第四位 粉紅色三個一隻 進到直路 這裡定住很輕鬆 沒有問題 你看看他一抽薑城左邊 嘩 一抽 很暖 大龍 或者我們有沒有一個近鏡 可以展示得更好 這個鏡頭 看不見 看不到 這個鏡頭 再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看他這隻馬 一抽左邊 所以薑城的馬頭 根本是領執 然後他是亂籠的 然後最後當然擺盡 這隻馬有點耐閃 結果他都吃得應 只不過就是 騎得有點浪漫 都是 即是 連馬頭也領執 所以其實 雖然說贏了馬 而已 發揮上 都有一台改善 老實說 他的薑城操控 依然都是 不是那麼度假 這件事都是他一直以來 沒有進步的地方 那叫做方家柏 也叫做有情有義 話就說 今季其實脫了這個 建修騎士的名字 他已經不提出方家柏 但是呢 依然都是給馬去跑的 那所以就 安方仔 算是這樣的 算不說就可以了 OK 這兩隻馬 這兩隻馬 安蜂王法道還可以跟進 這隻馬 因為呢 他穀草 肯定沒有沙田那麼好 這件事也是昨天說的 不是今天說的 他出腳不是那麼漂亮的 那些馬 所以繼續跑沙田 我想上千六更加好 這些馬 那 那 那 今天跑道形勢是怎樣呢 B欄和我賽前預計都是一樣的 B欄呢 就是今天 太外面追又不行的 贏呢 都是要守領位 那至於泥地方面 更加猜中了 我找回 近這兩季的數據 都展示了出來 18隻的相名馬 近這兩季 在第一次泥地跑 18隻相名馬 有14隻 都在頭六位 其實今天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頭三名的馬 只有一隻公正福障 是可以後面追上來的 其他全部都放在前面 那我想這件事 下次呢 都應該會是這樣的 那我想大家 如果泥地季初 還是這麼艾激 這麼熱的時候 記得追蹤這件事 我也是這樣看的 就是放在前面走 走得快 好世界 那至於呢 今天的跟進馬 就選了這一隻 那第八場賽事 三班千二米 我就喜歡這隻喜奧龍 這一匹馬可以跟進 其實賽前 我也有想過選這一匹馬 不過 它一來外地是贏千三米 一出已經贏千三 然後買了一個是香港 那所以這些馬 就不是短途馬 那我沒有要到 那結果 其實今天都追得很好 比霍雲星跑 那霍雲星也跑得漂亮 都可以的 尤其是 他出閘晚一晚 然後倒進去後面 放進去 去貼了一條欄 那其實 霍雲星也跑得OK 那最後直路騎下去 都算很難 那所以 其實這一匹馬 在今場的表現呢 你說 後上追上來 輸給這個 洛蒙冠 好運寶馬這一匹 勁馬 我覺得 他的表現不失禮 而且呢 你叫霍雲星 其實他是跑得不差的 很早就放了欄 然後直路 在裡面一步不洩 穿上來 只不過就是 他的加速力很明顯 又不及那些 好運寶馬 諾蒙冠 或者同樂日 因為呢 他是一隻 我想是1400至1600米馬 會好一點 那今天追上來不夠 都可以 拍著那些同樂日 和諾蒙冠 三班馬 這些是強組的對手 拍著他們回來 跑第四二 彈掉後面的正本歡心 那我覺得這一組 其實能力 都是高的 那變相這些馬 如果你說之後增程 我是等他增程 所以跑1400米 甚至乎長遠來說 1600米都可以的 到時候呢 我覺得這一隻 第四名的喜奧龍 是值得跟進的 那所以 再加上他的 血統 再配合那個 的樣子 即是一隻馬的型格 都是漂亮的 所以這一隻的 喜奧龍 我自己就會選擇了 一隻跟進馬 OK 好 那這段片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那下條片 就會在明天 推出這個YouTube 星期三深水片 對 那到時候再跟大家聊 那些什麼 是 呀 那些什麼